13999 大市的安寧 13天金秋團隊 這個地區亦是全中國最中一抽的地方 這條路線亦是一條冷門的路線 冷門到怎樣 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大市的安寧在哪裏 只能夠聽過貨本上讀過 但在哪裏呢? 或者這樣跟你說 東北 13天 大家明白了吧? 希望這篇攻略可以幫助到 未來會來看金秋的人 我們馬上在哪裏 全形使用好部手機和 DJI 航拍機 今次要挑戰的旅行是 齊齊玩家旗大市的安寧 13天金秋團團 24A82-13 老闆的我們先看行程後作介紹 這次要接受挑戰的旅行是齊齊玩家旗 他們的公司有幾個特色 第一樣是做藍門的路線 第二樣是天數很長 第三樣是行程表文字非常多 簡單來說 用地圖跟大家說 首先我們會由香港出發 飛去北京 再轉機到海拉伊這個城市 即是地圖所顯示的夫倫貝爾市 然後我們會向南面出發 去到亞爾沙玩兩天 然後我們會向北線進發 去到夫倫湖 夫倫湖那晚會住在滿洲 這個叫中俄蒙三角交界的城市 然後我們會去到 中國最凍的城市根河 玩完根河之後 我們會深入大興安寧的福地 加格達旗 然後穿越加格達旗 前往黑龍江的聯江 然後就會去到 小興安寧伊春那裡 玩完原始森林 伊春之後 我們就會前往中國公雞頭鶴餅 最東面的城市 也叫做虎縣 和俄羅斯只有一河之隔 那裡有最東廣場 最東郵政局 之類 所有東西都叫做最東 沒錯 就是全中國最早見到太陽的地方 也是最東面的城市 走完公雞頭之後 我們就會轉回來 向西閒 直接去到哈爾濱那裡 哈爾濱來講 最出名的中央大街 聖索菲斯 教堂全部都會玩 最後 從那邊飛回北京 北京飛回香港 結束十三天今秋的團隊 首先說到航班之幾段 成座的是中國國際航空公司 CA102 香港飛北京 1245起飛 1620到達北京 北京飛海拉爾是 CA1129 1845起飛 2110到達海拉爾 回來的航班是 哈爾濱飛北京 CA1640 0830起飛 1040到達北京 北京飛香港是 CA109 1300起飛 1625到達香港 中國國際航空公司 亦是中國三大航空公司之一 我們飛四段機都有飛機餐 大家可以放心 去到海拉爾的時間 馬上已經是9點多 這裡氣溫明顯又冷了 入了抽 我們這團一行 31人 勝座37座豪華 現在旅遊大巴 我們導遊來說 會用到四個導遊 包括大福 敏敏 清清 和冰冰 海拉爾這個城市 相信大家都沒聽過 但大家聽過 富倫貝爾 富倫貝爾的中心地方 就是叫做海拉爾 我們這條線分為藍線和不線 藍線就是去亞爾山 第一個景點會參觀的 就是七仙湖 七仙湖穿越後 我們就會去到亞爾山國家森林公園 我們這團隊總共會在亞爾山居住兩萬 換言之 它的景區也非常大 分開兩天才能走 相數到朋友想問我 這個團隊會不會有高原反應 或者路人家合不合玩 我可以告訴大家 這個團隊是不會有高原反應 還有 行來講老人家是絕對合行的 因為他們這裏上山都是一個小山坡仔 還有這裏的路來講 全部都是收好的 是限站度為主 用亞爾山天池為例子 我們由山腳走上山頂 大概是20分鐘就已經走到 沿路上面也是走 站度為主 非常之容易走 而上面也是非常之美 整個亞爾山總共有七個天池 我們當中會走到最出名的 亞爾山天池和亞爾山落塘風天池 亞爾山國家森林公園非常之大 還有秋天是過得特別快 每一天的景色都是不同的 哪怕你左一日來或者你遲一日來 所有的景色都是不同的 好像我們昨天這樣 去亞爾山天池來說 氣溫還未下降 葉來說也是尚算綠色的 但是今天走那個 亞爾山落塘風天池來說 很明顯已經是金黃了很多 由航拍的畫面看到 裡面有很多樹木已經變成黃色了 在這裡這麼開心的時候 當然是喝一杯香飄飄 而東北這邊不叫香飄飄 叫做美樂優 是另一個牌子 相對上 它的果粒成份會比香飄飄更多 我們玩完亞爾山天池和亞爾山落塘風天池之後 我們又前往下一個景點 這裡每一個景點和景點之間 都要乘坐景區車 今天來說我比較幸運 我們可以乘坐旅遊大巴來到這邊玩 下一個景點我們會去看杜娟湖 杜娟湖來說也不需要怎樣去行山 是平路 非常之美 大家可以看到 整個都已經出來了 看到這麼美的畫面 是時候又要爆了 我這隻舞是學蒙古舞蹈 學隻鷹如何去學飛 但是我給了一個任務我自己 就是希望可以訓練到 我們30位團友都會跳這隻舞 但是結果 因為我們航拍的圈大概是27秒左右 這隻舞是捱到20秒就停了 所以在不停的時間 結果那兩下就沒有了這回事 是失敗告終的 整個杜娟湖遊覽時間 大概1小時左右 然後我們就前往下一個景區 叫做三潭峽 顧名思義 這邊是由三個潭所組成的景區 可以告訴大家 這個潭是非常漂亮 我以為是一個小景區 沒怎麼留意吧 結果一走的時候才發現 原來最漂亮是這個地方 並不是天池或者駱駝峰那邊 為什麼說它是最漂亮呢 因為它是最金秋的時間 同時它這邊有山也有水 是最漂亮的 還有最重要的是什麼 是不需要排隊 是沒有什麼人的 基本上整個景區 只有我們那團人在走 是非常之舒服 還有你可以看一下工作人員 他們也是很享受的 拿著倉鼠還是蟲鼠 在這裡為他們吃東西 自己在這裡看書 曬一下這個太陽 是超級舒服的享受 來東北看金秋 記著要穿雨涌 因為你說看金秋的氣溫 一定是冷的 大概晚上是2-4度 而日頭來說是不超過18度 只有這個氣溫的情況下 才會突顯到這個金秋 相對上如果你說氣溫到20多度 之外 你看的不是金秋 你看的是夏天的景色 然後我們去到下一個景區 下一個景區是小景點 叫做哈拉哈不動河 顧名之意 它是冬天也是不結冰 從這個位置看上去 是超級舒服 超級美 同時間秋天來說 牛、羊、馬 吃得很飽 看到嗎 他們的肚子都是非常之大 玩完阿爾山之後 我們就會下山前往市區 參觀兩個小景點 包括五里泉 當地人都是用這邊泉水 作為起居飲食 然後我們會參觀阿爾山的火車站 也叫做最靚的火車站 非常之可愛 這個團隊也有朋友生日 所以我們也準備了一個蛋糕 祝它生日快樂 在這裡讓你看看我們所住的地方 阿爾山 晚上到底有多漂亮 阿爾山也叫做 夫倫貝爾的藍線 我們基本上已經玩完藍線 然後我們就會前往 海拉爾的北面 也叫做夫倫貝爾 不善 我們由阿爾山出發 前往滿洲里 中間會經過幾個景點 第一個包括玫瑰風 第二個金珠爾廟 也是屬於藏傳佛教的其中一個寺廟 因為這邊蒙古族也是信奉藏傳佛教為主 很多人以為夫倫貝爾是一個地方 其實夫倫貝爾由兩部分所造成 包括貝爾湖和夫倫湖 它是由兩個湖所造成 也叫做蒙古族發源地之一 時至今日 貝爾湖有三分之二屬於愛吳湖所管理 另外三分之一屬於我們中國管理 而夫倫湖就不同了 夫倫湖全部屬於我們中國所管理 看到嗎 他們的湖水有少許綠色 其實不是湖水綠 而是湖底下是掌滿海草 非常漂亮 你說來到夫倫湖有什麼玩 其實真的沒有什麼玩 最主要是看一下景點 然後踩一下Dark車之類 就結束這個行程 大概一個小時左右 然後我們就會去到俄羅斯 和我們中國的交界 滿洲里 那這裡在哪裡 這裡就是我們的國門滿洲里 順便提 如果你要過來這邊玩 記住要穿長衣衣服 因為這邊的海蟲非常多 看到我們整塊玻璃 全部都是那些海蟲 你說國門有什麼看 其實國門真的沒有什麼好看 出入口很暗 香港有很多 這邊其實有什麼做 是買手信 去刺激當年的經濟為主 因為滿洲里是一個叫做中俄夢 三國交界所有地 所以它買的東西 都是以中國俄羅斯蒙古為主 例如這隻朱古力為禮 好像來自俄羅斯 價錢好像10-20元 然後這隻天然寶石 是很漂亮的 但價錢也很便宜 幾百元有交易 我猜不到 但怎樣也好 行程有的叫做國門景區 來到這邊 打個卡拍照 然後就離開 看到嗎 中華人民共和國 一出去已經是俄羅斯的地方 這裡叫做兔娃廣場 也是我們行程沒有的東西 但為什麼會過到這裡 因為客人覺得這個地方很漂亮 我們吃完飯後 特地過來這邊拍兔娃廣場 真的很漂亮 超級有俄羅斯風味 這些加行程的景點 初入行的令隊千萬不要試 因為其實要考慮很多東西 包括遊客的體力 是否應付得到這個景區 以及我們工作人員 願不願意 配合你們這班遊客去這個景區 因為始終行程單張 上面沒有的東西 寧願早點睡覺 早點去休息好果 所以有時有很多東西 都要看回天時地 你任何去決定 當然我們師傅願意去這個景點 以及我們客人 亦是體能去應付這個景點 那我們就去吧 去到兔娃廣場 除了我們可以外觀拍照之外 裡面有一間叫做兔娃酒店 我們可以進去裡面打卡拍照 非常之美 有點像去了澳門的威尼斯人 裡面的建築物真的很漂亮 如果你的團體是日後來 會看到更多東西 因為本身裡面是一個遊樂場 你可以玩到過山車 旋轉木馬之類 而當日也是中秋節 我們公司也是非常細心 安排了月餅和水果盤 給大家享用 因為我要做紀錄的關係 都給大家看一下 我們本身行程要去到的 北湖公園 我們改成車遊北湖公園 然後去到桃花廣場 當然我自己覺得 桃花廣場是更加美 更加值得一去的景點 第二天慶生繼續出發 我們繼續向東面走 我們就會前往中國最冷的城市 跟河當中 我們也會經過 186彩大河這個地方 為何叫做186彩大河 就是叫做北疆公路深處186公里 裡面的一個景區 所以叫做186彩大河 在這個濕地公園的後面 看到有一座城市 而這個城市已經是俄羅斯管轄 而我們所見到的河流 叫做阿爾古納河 它是中國和俄羅斯的一個天然各界線 186彩大河我們除了可以打卡影相之外 這邊還有其他項目可以玩到 包括這個打千秋 看上去好像很危險 其實實質上一點都不安全 除此之外 這邊還有一個澳包 據說當年城市巷打輸仗的時候 就會到澳包那邊去堕爛 而這邊最多人玩的項目就是滑草 我們上山的方法可以搭電瓶車 下山有兩種方法 包括搭電瓶車和滑草 這邊全長是一點多公里 滑下去真是很快 很刺激 很好玩 然後我們繼續出發 就會前往去阿爾古納各家濕地公園 留意是阿爾古納各家濕地公園 因為整個阿爾古納有幾個濕地公園 我們是去各家濕地公園那一隻 同時間這個地方 也是我自己覺得整個團隊最美的地方 為什麼呢 因為它的金色剛剛好 去到最美最金黃的時候 也不會太過火的金黃是很美的 後面一大堆的蜜田 影上去是超級美的 這個景區真是非常美 除了有金色的樹木之外 這邊還有水、有瀑布、有山 是很美的一個景區 我們過到這個景區的大門口 是要乘坐景區環保車進去的 大概十分鐘左右 我們就會去到景區的中心地方 然後會有一條小路 我們沿著一條小路上去 有兩條路選擇 一條路去八華林 另一條路就去上山 我看看那時候太陽在哪裏 我們這團大概是三點多鐘到 我決定上山 剛剛好可以照到山 八華林那邊已經是照不到 本身樹木的顏色已經去到金黃色 加上太陽去到四點多 差不多下山的時間 更加金黃超級美 看到這個畫面有瀑布嗎 而上面的觀景台 就是我們要去的地方 由山腳走上去 大概用了二十分鐘左右 就到了 上去上面 你就會看到一大片濕地公園 超級美 除了上山頂 看到這麼美的景色之外 其實山中間 走上來的路 也有八華林 亦都入了抽 好美 還有最重要的一件事 東北這邊的山路 是不需要怎樣走 怎樣辛苦 再加上景區基本上 是沒什麼人的 你說這個時間 去新疆 或者其他地方 基本上都是人頭湧湧 唯獨東北這條路線 真的很安靜 沒什麼人 當然 我之前沒什麼人的意思 現在是九月幾 而亞爾山最旺的時間 是九月二十多日的時間 然後 我們會去到全中國最東的城市 根河 也叫做中國冷極 你說這邊最東可以去到多少 是-零下58度 也是全中國最東的城市 現在大家的鏡頭畫面 看到的 全部都是我的團友 在玩拉火車 當中的旗子 就是我們齊齊玩的旗子 那個就是火車頭 後面跟他的 全部都是我的團友 很開心 看到這個畫面 非常之美 而根河出發那一天 我們就會更加原始少少 我們會穿越大興安寧的福地 加加達奇 然後直接產到黑龍江省的亂江市 當日我們是早上8點 由內蒙古的金河出發 前往大興安寧福地 加加達奇 去到那裡吃飯 已經是下午1點 吃完飯之後 我們繼續前往黑龍江省的亂江 這個地方 去到當地大概6點 基本上全日都是坐車為主 但風景是絕對美 因為我們經過金河一直南海 有火車路 也有河流 基本上看到的風景 都是比較美 和比較原始 去到黑龍江省的亂江市 也就是代表我們的行程 已經走了一半 這邊也屬於小景安寧所管轄 我們第一個要參觀的地方 就是中國首批五美級風景區 五大連池的溫泊 溫泊也就是由三個湖泊 所組成的一個景區 三個湖泊 即是麗泊 精泊迫泊所組成的一個景區 這個景區最美的 是它的水質美 看到嗎 真是清潔見底 這邊也被人改造 成為一個老幹部 退休的一個療養院 老人家可以到這邊 走個站 活動一下 喝一下這邊的泉水 也是非常之出名 這邊除了看水之餘 還可以遠看火山口 整個五大連池 總共有十幾個火山口 也叫中國自然火山博物館 同時也是中國最年輕的火山口之一 整個溫泊景區 我們走了一個多小時 然後我們又搭船出來了 我們就會前往世界三大冷抗泉的其中之一 不若全 它是與法國和俄羅斯齊名的世界三大難抗泉之一 即使你冬天也好 這邊是負零下二十幾度 三十幾度也好 這邊的抗泉水 都維持在三至五度 真是這麼神奇 而喝下去的味道 是五味交集 同時它是抗泉水 是有氣那種 好可愛的 喝下去 所謂執書閒頭 慘過敗家 我當然不會錯過這個機會 喝就喝 整瓶打包拿走 但只不過可以告訴大家 真的不是人家頂一順那種味 你看看當地人的壺 已經瘦了 證明它的抗物質是非常豐富 吃完飯之後 我們就前往白龍湖風景區 沒錯 這個行程也是我們自己加上去 因為看到後面的行程 基本上今天就是坐車 寧願走到行程 讓客人開心一下吧 其實有時跟團 真的要看工作人員 如何配合 像這團 遇中這個師傅 真的可以瘋狂地加點 有時我們肯加 大師傅不肯加 都是沒用的 因為始終都是要跟行程表去做事 好了 話近快我們已經到達伊春 也叫做小鷹安寧 我們第一個要玩的地區 叫做五營國家森林公園 也是中國4A級的風景區 我們在上一個地方 五大連池又帶你們喝水 你說到伊春這邊 是帶你過來吃風 因為這邊的空氣 非常之多負離子 是非常之健康的一種空氣 而小鷹安寧這邊 大部分的景區 都是屬於原始森林 是非常之美的 好像這棵紅蠶樹 樹林已經是去到六百多年了 超級大破 你可以看到這裏附近的植坯 或者它的保育環境 都是做得十分之美 十分之理想 下面的就是五營國家森林公園 也叫做天然的養霸 這邊的負離子是非常之多 來到這裏記住 吸多兩大深鮮空氣 吸多些負離子入身 這邊也屬於伊春小興安寧的福地 你說小興安寧和大興安寧有很大分別不同 大興安寧是以馬尾松為主 而小興安寧是以紅松樹為主 大家的樹木品種是不同的 你說這邊是金秋時間 非常之美 但可以跟大家說 冬天來更加靚 冬天這邊是白雪茫茫的 雪可以去到這麼厚 更加靚更加好玩 希望這個冬天可以見到你 我是你的香港水果導遊小頭子 關注我帶你走一片大江南北 整個五營國家森林公園 總共會停三個站 這裏是最後一個站 叫做天賜湖 也是非常之好玩的景點 在這裏大聲喊 中間就會有一個噴泉噴水出來 最高的話可以去到九米左右 很高的 吃飽飯 我們又做飯後甜品 是什麼來的呢 就是螞蟻 東北這邊真的有螞蟻可以吃到 吃下去是什麼感覺呢 就酸酸的 好像吃醋一樣 挺有趣的感覺 我們下午的行程 就會前往湯和河崎石林公園 這邊都是要上山的 放心這邊的山路 都是非常之容易走的 七路八十都可以上去 沒問題的 這邊看的東西和剛才五營看的東西 都差不多 只不過這邊叫做奇石林 多了這個質善天 這些怪事 我們玩完伊春的原始森林之後 我們就會向東面走 前往銅江這個地方 中間我們會經過金山綠園 也叫做中國版的內糧 或者有一天你去到內糧的時候 你會想起 我們中國東北也有一個綠園 叫做金山綠園 而這邊的綠園比日本更加自由 基本上都是通山走的 只要你身上 或者你手上 有食物 他就會過來這邊 找你拿食物 你不就當是一個循環 因為有時我們團隊餐 也會吃到綠園 那誰會餵綠園呢 不是你們去餵綠 然後綠長大了之後 餵你們 又不是一樣 當日的午餐 我們會吃首爾料理 為何會這麼特別提醒這間餐廳 因為那一餐的絲培餐 真是印象難忘 我們要跪在這裡吃飯 吃飽飯之後 我們就會前往銅江市 也就是松花江 以及黑龍江 所交界的地方 就叫銅江市 你說要看這兩條江最美的地方 當然是上到觀江酒店的頂樓看 我們可以坐升級 上到酒店的頂樓 就可以一眼看這兩條江所交戶的地方 你說對面的是哪個國家呢 就是俄羅斯 以前也屬於我們中國的領土 而下面的廣場叫三江口廣場 每逢五點半、六點鐘 差不多 它這邊就會開燈 晚上的夜景 真是非常之美 有沒有一種去了韓國 N首爾體的感覺 我就覺得是 這邊除了有塔的燈色 可以看到之外 晚上的日落景色 也是非常之美 你見不見到 這個畫面是很美的 如果你現場 看日落 更加美 好像電腦特下一樣 真是超美 時間來到第111 也就是我們的團隊 去到最東的城市 虎縣 這邊有什麼好玩呢 就是黑核子島 一島分兩國 包括俄羅斯 和我們中國的領土 這個地方叫東極寶塔 有60條柱 圍住這個塔 代表我們56個民族 以及春夏秋冬 四個季節 上到東極寶塔 我們由近至遠 我們會看到濕地公園 以及黑核子島 以及兩國的沙站 我們都可以看到 你再看遠一點 就可以看到俄羅斯的出口港 以前我們叫做 魄力的這個城市 非常之大一個城市 以前都是屬於我們國家 話說這邊是全中國最東的地方 所以這裡開一間超市 亦都可以叫做 全中國最東的超市 這是什麼呢 你又自己想 全中國最東的什麼呢 看完東極寶塔之後 我們就會前往黑核子島 第二個景區 探貝野紅園 亦都是全中國唯一一個 野紅園的紅隱樂園 它的遊覽方法是很正的 是坐上旅遊巴 然後我們會進入 動物園一邊 和黑紅零距離接觸 大家只有一個玻璃窗的夾幕 給我的感覺 好像去了非洲一樣 都是動物體人的 看到嗎 那些紅色全部在馬路上 然後走到你的車 當然啦 你手頭上最好有拿著粟米 餵牠們的食物 像我一樣 很有愛心地 放給黑紅吃吧 來到這邊 除了看黑紅之外 這個地方大家千萬不要錯過 就是位於景區出口的右手邊 有一間全中國最東的遊局 最東遊局 一封寄遠坊 一封寄遠鄉 一封寄遠鄉 我們玩完黑紅之島出來之後 我們就去了東極廣場 顧名思義 是全中國最東的一個廣場 你說對面的屋子 這麼奇怪 這麼可愛 沒錯 對面就屬於俄羅斯的猶太州 相反來說 我們中國這邊 都是保留我們自己的民族 文化特色在這裡 中式化為主 你說這邊一片金黃 這裡屬於哪裡呢 這裡就叫做萬月梅基地 什麼叫做萬月梅 就是你們麵包所吃的乾果 一般就是提子乾 另外紅色那種就是萬月梅 你說鮮果來說 除了夠紅薄薄之外 吃下去其實是夾口 想不到吧 當日我們所住的地方 叫做虎丸 也就是全中國最東面的一個城市 當日我們做一個行程 叫做東極角 由我們山中間走上去 大概是20分鐘左右 沿著馬路走 上去上面 你就可以看完整個府縣的夜景 是非常之美的 相信大家看綠路的口岸 就看得多一點 海路的口岸 你看過沒有 其實是一樣的 我們由這個口岸出去之後 就可以坐船去到俄羅斯 但只不過我們這條船是13000 不會去馬俄羅斯那邊 夠皮 我們是時候往西走 往南走 去哈爾濱 然後轉機飛回香港 當中我們會經過 附近國家濕地公園 你說這邊 有什麼鳥看 真的有很多資料可以看到 包括東方白鶴 大白鶴 丹嶺 丹嶺 之類都可以看到 這邊也是一個濕地公園 你看到一個大S 我們跟著一條棧道走 可以看到這麼多真禽而受 看完著之後 我們就會前往 杜田畫基地 你說坐車看 是看不到什麼 我們一定要上去 觀光塔上面 才可以看到 整個杜田畫 因為這幅畫 是畫在杜田上面 看到嗎 是超級大 你不登頂 你沒辦法看到 這個杜田畫 是超級震撼 我在黑龍江等你 而左手邊的 就是單頂巷 在黑龍江有一個地方 叫齊齊哈爾 那邊是專門看單頂巷的地方 你猜不到這個行程 原來又可以去看紅眼 然後又可以去空中 俯瞰這個農田 即是整個非洲加南美洲的行程 混合在一起 行程來到第十二日 也就是回家前第一日 今天我們就會前往哈爾濱 為明天中轉北京 回香港做好準備 去到哈爾濱 有什麼景點可以玩呢 玩到東方羅浮宮之稱的哈爾濱廠廠 為什麼這個地方叫做東方羅浮宮 因為它的外表 或者是裡面的物物 都是非常西化的 它是一間角形藥廠 以及是美術館 一起共同打造的一間博物館 裡面放的紙蚊 也是非常高級的 而裡面看到的畫 主要是版畫為主 即是說有一個稿 然後大家上色吸引仔的那種版畫 就是看這個版面 就知道為什麼叫做東方羅浮宮 對吧 OK 我們參觀完之後 就會前往哈爾濱著名景點 聖索菲斯亞教堂 也就是哈爾濱的地標性建築物之一 同時間也是遠東最大型的東正教教堂之一 只不過時而世易 通常十個遊客過來這邊 九個都不是進去祈禱 大部分都是在外面拍照 就算了 聖索菲斯亞教堂 走兩條街 就是全亞洲最大的步行街 中央大街 來到這邊 收拾手信 為明天回到香港做好準備 行程來到這裡 基本上講完 之後要跟大家講講 我們這個團的餐食 以及為酒店情況 大家要明白一件事 這個路線叫做冷門路線 如果這條路線的酒店非常漂亮 我相信它不是冷門 它是熱門 因為很多人住 它有充足的酒店 可以讓你去選擇 但不好意思 這條是沒有的 但只不過我們這個團隊 住在大城市的地方 酒店都漂亮 但有時住在縣仔之類 就不能選擇了 大家體諒一下 而餐食那裡 我自己覺得是五開的 午餐好 午餐一般 值得一提的是 東北這邊通常都不吃辣 但以鹹為主 有定個心理準備 以及東北的大米 非常之正 非常之甜 是時候總議一下 這個質399 大小型安寧 13天 今秋團隊的情況 這個團隊 我相信很多朋友 上來大型安寧 小型安寧 但只不過香港 真的很少團搞 你說這個團隊漂亮不漂亮 我相信大家是有目共睹 包括是自然風光也好 或者是人民風貿易 都是不同的 因為我們會玩到 邊境口岸城市 滿洲里 銅光 以及府縣 而這條路線 不單是秋天可以來 甚至乎是冬天 白雪茫茫 都是非常之美 你說再者 夏天 是他們最旺的季節 因為全世界 三大草原的其中之一 呼倫貝爾草原 就是這條路線的不善 但只不過一樣 這條路線做一條 藍門的旅遊路線 所以它的補給條件 住宿條件 都是非常之有限 來之前 記住做好心理準備 不過又要這樣說 你說這些藍門路線 亦就是我們齊齊懶的拿手小菜 因為我們有一群客人在 而這群客人 全部都是專業人士為主 所以你說這些條件 或者住宿問題 他們都可以接受到 最重要是大家玩得開心 風景漂亮就可以了 想玩到這麼好玩的行程 歡迎在留言區打 我想去東北 我就會發資料給你 我是你的香港水果導遊 小頭子 關注我帶你走遍大江南北 我在黑龍哥等你